它是会有关于过敏反应的叙述和正确 为什么A对呢 你第一次接触抗原 只是让B细胞分泌抗体 而这个抗体呢 必须被肥大细胞抓到表面当受体 而第二次 第二次抗原进来的时候 才会引发肥大细胞分泌 所谓的发炎介质 引发红肿痛热痒 频繁低收缩等过敏症状 所以必须第二次接受到抗原刺激才有 所以人生的第一次吃虾子 不一定会过敏 但第二次才会 第一次只是采用抗体 第二次肥大细胞才抓了抗体 准备被火化 所以A是对的打勾勾 好再看B选项 是抗原分子试出组织胺吗 各位这完全不对 分子怎么可能放出组织胺呢 这个试出动词不对 应该是抗原分子接到了肥大细胞上 使得肥大细胞分泌组织胺罢 所以组织胺是肥大细胞分泌的 不可能是抗原分泌的 抗原又不是细胞 怎么可以分泌组织胺呢 所以B是错的 组织胺是肥大细胞 侦测到抗原之后 活化而分泌组织胺的 所以B是错的 好接下来看C 肥大细胞和抗体结后 就能释放组织胺吗 太快了吧 肥大细胞先抓着抗体当受体 等到抗原连上来之后 才分泌组织胺吧 所以不是你抓到抗原就分泌 不是你接着抗体就分泌 抗体先当受体 等到受体接到了抗原才活化 此时这个抗原就叫过敏原 所以什么时候释放组织胺 当你的过敏原或叫抗原 连到你细胞部表面的抗体 或叫受体 活化了肥大细胞才分泌组织胺 所以C也不对 好看猪选项 如果今天我打免疫血清 也就是打抗体 有没有可能引发你的过敏呢 当然可能哦 因为你的这个外来的抗体 就是你的抗原 有可能啊 你刚好对那种抗体过敏 是可能的 所以就是对的 外来的抗体 有可能就是抗原了 好 最后一个一选项 过敏反应是不是皮下细胞的 皮下或黏默素的 巨氏细胞分泌啊 不是的 过敏反应是谁分泌组织胺 是肥大细胞 或是适渐性白血球等 适渐性白血球等细胞 它的表面抗体当作受体 侦测到抗原 也就是过敏原 才会活化 而分泌发炎介质 所以肥大细胞跟适渐性白血球 才有这个功能 巨氏细胞没有 所以这题一也不对 好 此题就有A株是正确的 其他学项都不对了 好 以上是第三题多学